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第四节 存货管理 这应该是咱们财务成本管理第一边 财务管理边最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的指示点了 存货管理 那你说存货它留着干嘛 留着卖嘛 对吧 保证生产或销售的经营需要 那我存十个亿的存货 在账的存货余额十个亿 合适吗 不见得合适 我们得考虑这个存多少合适 再就是呢 出自于价格考虑 我买多少一次呢 比如说人家隔壁老王 是我们的常年的原材账工商 他说了 你买一千个零件的话 一千个以下 十块钱一个 一千个以上 八块钱一个 一万个以上 我给你打骨折 打到骨折 五块钱 打骨折好不好 那你说这个多买少算 是听着挺好 我要真买一万个 我放仓库里面 我一天就用俩 一万个 五千多天 用十好几年 那最后不都上锈了吗 对吧 所以说咱们要衡量这个东西 均衡点 我的储存成本啊 我的缺货成本啊 我的各种商成本 就这些那种 储存存货相关类的成本 都有这些 取得成本 储存成本 缺货成本 取得成本呢 就是你购买存货 那一次性的支出呗 比如说 存货的自身价值 购置成本 买货得给钱吧 不能黑吃黑眼 订货成本 订货的时候 一般说打电话询价 喂老王 你们原材料还有吗 电话费 如果需要我们亲自到现场的话 打车费 如果需要照通标的话 那个标书 你这标书挺贵的 有这些标书一个两三万呢 这都是取得成本类的 办公费 差旅费 优资 电报电话费等 那储存成本呢 保持存货发生的成本 在我手里放着 他就得有钱 要留出 这钱什么钱呢 比如说仓储费 保险费 存货 破损 变质 上锈 腐烂 这些的损失成本 就算没有这些 我能看得见的 那他潜在的 占用了我的资本 我说十个亿存货放在那 那可都是股东债权人的钱呢 占用存货的应激利息 缺货成本呢 那我要是说 我不存存存货 一分存货没有 那储存成本不就没有吗 零 但是我会缺货呀 存货 供应中断 造成的损失 比如说停工损失 拖欠发货损失 丧失销售机会损失 商誉损失 紧急外购成本的 像紧急外购 就是这边意思 人家来下订单 10块钱一个零件 你卖我卖 我手头没有啊 赶紧的上RG上买 看C加9 那隔壁有没有 拼一点 结果隔壁说12块钱卖 为了不丢这个大客户 为了给这个大客户 一个良好的形象 打开这条销售渠道 咱认了 12块钱高价买的这些产品 然后10块钱再卖给客户 盘本这腰喝 那就属于紧急外购的成本 这个紧急外购的成本 有的时候还好衡量 我毕竟知道 我一个零件赔两块钱 但有些呢 像商誉的损失 丧失销售机会的损失 这个损失 其实不是特别好衡量的 它不好有 给你一个数学关系图 给你画出来 那你看这三部分 它有一个前提假设 这个前提假设在 然后我们进而用数学 去进行对它展开分析 假设就跟那个现金 最佳储备量是一个道理 我呢 每次进货量 Q 进货量Q 意味着我们家 最高存货储备量 进货的时候 货一到 此时货是我们家最多的时候 最高存货储备量 然后假设它什么呢 使用的时候是均匀使用 每天都用这么几个 每天用几个 每天用几个 均匀的一直到 我货没了 我再去采购 没了再去采购 没了再去采购 这样 那我的存货 平均占用量是多少 那不就相当于 二分之Q吗 那不就是这个三角形 挪到这吗 这不就变成这个 长方体的体型啊 二分之Q 7出是Q 7末是0 那平均多少 二分之Q加0 首相加末相出于2 跟那个现金储量 是一个道理 在这个前提假设之下 我们在科普一些字母 等会讲课的时候 万有方便写这个公式 是用字母写的 有些同学就抱怨 老师能不能用汉字写公式 你等会看到这个公式 你用汉字写你就知道了 极其的复杂 我们用字母写公式 是方便同学们呢 一目了然 这准备的构成元素 就好像你怎么跟高中 老师说 那些物理公式数学公式 都用那个汉字写 化学方程式都用汉字写 他怎么都不用汉字 年需求量低 年需求量低 我要是给你写的公式里面 写个年需求量 然后这除以Q 除以我的订货量 汉字信息商太高 所以说咱用字母写 方便你知道这个元素 咱看看这里面 这个字母都什么意思 首先购置成本 它也有一个前提假设 我全年的存货使用量 是固定的 年需求量 这个呢 一般是存货自己的单位 比如说 如果是你采购是零件 它单位就是件 你采购的是 比如说没什么的 那就是吨 也有平米什么的 它一般是 你所需的一个存货的 自有单位 购买的单价 那它单位是元 我们有优表示 订货成本 订货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固定呢 比如说 我们在经常买存货的 那个供应商所在地 放了一个办事处 那个办事处 人吃马脚的 平时保安大爷 还要开工资啥的 那部分不随着我们订货量 增加而增加 也不随着我们订货量 变化而变化 我就不订货 那个保安大爷爷得开工资 这就属于不随订货次数 变动而变动的成本 叫固定订货成本 那么我们每次订货 都会花出去的钱 比如说 打电话询价的电话费 优资 再比如说 我为了拿下一个订单 所招头标那个标书 那个钱 随着订货次数 变动而变动的成本 我们称之为 变动订货成本 那就看你每年订多少次呗 那就付出多少次成本 等假如说 你年息修量为D 每次订货量Q 那年订货次数 不就是D数Q吗 年订货次数 那假如每次订货成本 我是能衡量的 打车费200块钱 乘以200 每次订货成本 我们用K来表示 给K就200块钱 这么一成 啊得出我全年订货的变动成本 储存成本呢 货到我手里了 固定的储存成本 用F2表示 区分这个F1啊 其实都是固定成本 只是区分作用 与存货的数量无关 比如说什么呢 还是门卫大爷的保安工资 你们家厂区的门卫大爷保安工资 你存货存了 开工资 不存得开工资 固定成本 与存货数量无关 变动储存成本呢 与存货数量有关 比如说装卸啊 保险啊 风箱啊 这些费用那你的存活量越多 这些东西越多嘛 跟你的库存量有关 年平均库存量 咱刚才介绍过 是二分之Q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是 假如能衡量K 比如说一件存货 需要两元钱 这个储备成本的付出 比如说保险费 或者是装卸费 风箱费什么的 那么平均库存量 年的平均库存量 乘以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那就是与存货数量有关的 变动储存存本 总额 最后一个是缺货成本 再说了 缺货那种商与的损失 缺货的损失 什么上市销售渠道 这个东西我们不太好衡量 但后面我们会讲 慢慢把这些假设要打破 也有办法去进行衡量 细致的衡量 咱先按知识的阶段性 一点点来 许多成本 我们用TCA表示 储存成本用TCC表示 缺货成本用TCS表示 Q为每次的进货量 把他们用英文字母 给它写成公式 就长这样 你说取得成本 不就是这三部分相加吗 那不就是D乘U 购置成本 订货成本的固定成本 和订货成本的变动成本 D除以Q乘以K吗 这不就是 DU加F1加上D除以Q乘以K吗 咱照着字母履一遍 这都是啥 年需求总量 存货的单价 这是存货购置总价 取得的 订货的固定成本 年需求总量 一次订货量 年订货次数 一次订货成本 年订货次数 乘以一次订货成本 总成本 总的变动订货成本 变动订货成本 固定订货成本 年的购置成本 放一起 取得总成本 第二排 固定储存成本F2 储存的变动成本 2分之Q 平均存货量 乘以单位储存成本 KC 来 F2 固定储存成本 加上2分之Q 全年的平均存货量 乘以KC 单位储存成本 储存总成本 最后 缺货成本 暂时不去衡量它 就是TCS 那与存货管理相关的总成本 是什么 不就把它们全加一起吗 与存货相关的总成本 取得 储存 缺货 TCA TCC TCS 这么一串 然后我们进去研究 存货的经济批量 说总成本是这些 我们到底每次订货订多少呢 就是这个存货经济批量 订货订多少是里面哪个字母 Q吧 一次订货量吗 主要研究是它 按照存货管理的目的 需要通过合理的进货批量 和进货时间 使存货总成本最低 这个批量叫做经济订货量 或者经济批量 就是那个Q 找它在经济那个点 Q的量 有了经济订货批量 就很容易找到 适宜的进货时间 缺什么货 什么时候去采购 找到这个订货的时间 再订货点 经济订货量的基本模型 有这样的假设条件 有些同学看到这一些 假设条件之后就觉得 哎呀老师 这又是个理想化模型 现实中没法用 这话说错了 存货管理这个模型 是咱们财管教材里面 少有的 把假设基本都给打破了 的一个模型 打破的非常全 但是打破还不够彻底 不够最深层次 但是呢 爱于咱们注快考试的难度 咱的考试不能特别难 不能说难得方方面面 都给你研究到最深的那个底层 咱注快毕竟是一个职业资格证 但是这个打破已经很深了 不像什么MM理论 资本资战地下模型 那些假设都没打破 看啊 第一个 能及时补充存货 既需要订货时 便可以立即取得存货 我缺货了 一定 打电话 秒送 现实生活中 有些同学说 那我们工厂不这样 好没关系 后面会把这条打破 有送货期怎么办 能集中到货 而不是陆续入库 订货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100万吨 什么什么山楂糕 好100万吨山楂糕 秒送 而不是一天送一吨 一天送一吨 有些同学说 那我们家的存货 就是一天送一吨 好 后面给你打破 这只是现在研究 基本模型的假设 我们后面一点点 要打破这些模型了 假设 不允许缺货 即无缺货成本 良好的存货管理 本就不应该出现缺货成本 假设没有缺货成本 好 这个后面还能打破 有缺货成本怎么办 有办法 连续求量稳定 并且能预测 D为已知常量 总量D已知 存货 单价不变 优为已知常量 好 这两条 教材没给你打破 考试给你打破 教材讲的时候 没讲这两条 如果是说不是已知常量 怎么办 或者是说这个单价 如果变要怎么办 但是考试出题的时候 给你变了 有些同学当年就不会了 所以我们筑块财管 有这个值点 你们考中级财管同学 应该也有这个值点 中级教材也有这个值点 但你会发现 考的难度 那是不可同而语的 中级那直接拿公式 一套就完成了 咱筑块这块 你要充分的理解 他在干什么 你要把基本模型 能运用到 如何成全的地步 把每一个元素都会变化 好吧 你看教材没有 他考试考 这两个点 咱后面是给你 简单介绍一下 企业现金充足 不会因现金短缺 而影响进货 那这个就是一个 理想化的假设了 如果现金短缺的话 那是你咱们 前面那个现金 余量的问题 现金预算考虑的问题 这不是这儿的问题 所需的存货 市场供应充足 不会因为买不到存货 而影响其他方面 这个是一个 人情世故的问题 这个假设得有 数学模型 没法衡量人情世故 他买不到 还影响到人家 大客户看我们不顺眼 那我怎么用数学去衡量 没办法 也就这两个 算是这个模型里的 完全假设 剩下都可以打破 总成本和决策相关成本 来 储存存货的总成本 不就这一堆吗 那在公式不长这样吗 那咱就研究了 有些东西是跟我 定这个量Q 没什么关系的呀 你说我订货量是Q 订货100件 还1000件1万件 订货的固定成本 有变化吗 订货固定成本 不是说我办事处的保安大一工资吗 那不一个月3000吗 我储存的固定成本 不也是保安大一工资吗 一个月3000啊 或者是厂房租金啊 厂房折旧啊 就不变啊 缺货成本 咱说吧 基本模型假设 现在研究的是 基本模型假设 这些都是不变的 这都是有 按照这个定死的 那不缺货 我订多少都不去货 好 购置成本呢 全年总量不变 单价不变 有些东西说 那我们家买多了之后 它便宜啊 好 你别管 现在是基本模型 基本模型假设是不变 咱们以后再研究它变的事 在基本模型下 这要变的是哪一个呢 就上他俩了 那就上他俩的话 咱什么叫做相关成本 不变的就是不相关 变的是相关 那么 与经济定货批量相关的成本 就他俩提出来吧 我们把相关成本提出来 就剩了这两个元素 变动定货成本 加上变动储存成本 随着Q量变化 就他俩变啊 你看这里面 Q一变就他俩变 其他咱们都定死 不变吗 那相关成本就只是他俩 那注意这句话 计算经济定货量 只考虑批量相关成本 计算经济批量相关总成本 计算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让你计算 经济批量相关总成本 或者叫经济批量相关成本 或者叫经济定货量相关成本 算的是他 这两件价 如果考的是 储备存货的总成本 那算是这一堆 这一堆性价 一定要取分 接下来我看一下这个元素 我们看这个元素 这个叫做 订货成本 这个叫做储存成本 随着订货量增加 它俩有一定的变化 你会发现它俩是相反的 订货量如果跟D一样了 订货量跟全年需求量一样 那全年订货一次就够了 那只花一次订货成本 反之 订货量越小 订货次数越大 订货次数越多越大 那么订货成本就越高 那随着订货量增加 变动订货成本是越来越低 订货量 越少的话 订货次数越多嘛 那成本就越高 是这条线 但是订货量如果增加的话 平均占用的存货余额就会增加 那占用这些存货的营寄利息呀 和储备成本呢就会增加 所以说 订货量越多 变动储存成本越高 两者放在一起 还是像一加 又出现一个马岸性图形 这个马岸性图形最低点 还是他产的 交点 啊 采管教材 全都这样 交点计最低点 那么求这个交点呢 你会发现 那这个 涨得跟那个咱们墙 那个现金最佳储量 那个模型 一模一样 现金储量那块三个模型 成本模式 存货模式 随机模式 中间那个存货模式 你说他为啥叫存货模式 就是因为存货管理先有的这个模型假设 然后现金那时候发现 哎 我发现存货这个模型我不能用啊 他就用去了 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存货模式 讲道理是先有的他 那咱想一下 现金那个模型 咱们算出那个C 最佳现金持有量 等于 根号下2倍的什么什么比上什么 对吧 这里面的Q 那肯定也是这个模式啊 Q 等于根号下 2倍的什么什么比上什么 C的那个分母 是资金的机会成本率 那这里面的机会成本 就是储存成本这个概念 越多嘛 占用机会成本 储存成本越高嘛 分母应该是个越大 它越小的时候 所以这块 是储存成本 KC 那么分子呢 全年的总量呢 再加上转换成本 在乘上转换成本 在现金那块 它叫转换成本 在我们这叫什么 一次订货成本 这不是都对了什么 全年需求总量 转换成本 订货成本 你会发现两个公式 涨的模式一样啊 字母它不一样 老师你看那个字母 跟这不一样 我好难背啊 对啊 所以说 在讲现金那块 我就说你别背那个字母 你就记住 根号下这2乘以 两个宝贝 再除以一个什么宝贝 这个宝贝是谁 这个大宝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每一个地方 它有自己的名字 没法定义它是什么 但是分母 一定是个增加 它减少的东西 那么它一定是 机会成本的概念 这里面什么增加 Q减少 储存成本越多 你储存量就少一点呗 储存成本越高 经济订货量就越低 是这个 有点说 你这Q咋求的 但是你第二节 现金那个 最佳持有量没学好 它俩相等啊 它俩相等 那个点为最低点的 它俩相等 你把这个Q算出来 这小学数学 算一遍 D除Q 乘以K 等于二分之Q 乘以KC 肯定有同学 自己就是算不明白 那老师带你算 那交叉相乘 那这头是Q方KC Q方乘以KC 这头那是2DK 把KC移动过来 KC 一开根号 对吧 还有些同学说 那交点不一定最低点 那好 那咱能求导给你算一遍 这条函数 求导为0 那点为这个点吧 好 咱求导 对这个东西求导 Q 这是DKC 咱转化一下 乘以Q的负1字面 加上 二分之KC 乘以Q 对它求导 这个东西求导 这是负1 乘以DKC Q的负2次面 加上 二分之K 它这个东西等于0 好 那二分之K 等于 Q方分之 DKC 不对 我把KC和K写错地方 这是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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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DKC 不对 这是KC 这是DK 好嘞 再捕一遍 DK DK这块是没有KC的 你看这字母整得 特别像 整得老实也乱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最后 我现在给你推一遍 推完之后 最后你背的时候 你是不用背字母的 我教你怎么背 然后呢 KC乘以Q Q方 等于2DK KCQ方 等于2DK KC挪过去 KC挪过去 然后开根号 对吧 它俩长得 还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是求导 那这个求导的方法 用计吗 还是这个用计 这都不用计 这东西求完之后 Q就等于这么个东西 那经济订货 量相关总成本呢 咱算的是Q Q是根号下 2DK什么BKC 那这个相关总成本呢 是这个东西怎么办 你把Q带进去 这么一算 得这个东西 自己带 不带进去带了 这里面的元素 字母完全不用计 你不用管K和KC 老是这种被串 不用管 就记住 下面肯定是储存成本 现金最佳持有量 下面那个肯定是 机会成本率 是一个增加 它会减少的东西 分子呢 就是一个订货总量 一个转换 在现金那叫转换 在这叫订货次数 一次的成本 订货 单次成本 你就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脑子里装这个模式 2 两个宝贝 除以一个宝贝 根号下 2倍的宝贝 宝贝 宝贝 就完事了 考试的时候呢 它那个东西 在大体里面一出 那个元素一出 你基本就会带了 当Q 等于 这个东西的时候 此时TC最小 也就是它最小 年总成本 等于啥呢 主要 要你算经济 批量相关总成本 是它 年总成本 你还得把那些什么 DU啊 F1 F2 那些玩 还什么TCS啊 缺货成本 把它们全加到一起 才行 啊 其他公式 这些公式呢 理解它是什么 不要死机经备 首先 每年最佳定货次数 你的经济批量是Q 全年使用量是D D除以Q 那不就定货次数吗 它只不过 把这个Q 等于根号下 2倍的DK 抵上KC 然后呢 上面除以D 给你带进去的 一顿转换 转换出这么个东西 它不用计 事实上 只要你会Q 其他的次数 你自己脑子硬想 都能想得出来 那定货周期呢 那这个定货周期 按照这道题来说 这是年的概念 一年如果定货12次 定货周期就一个月呗 1除以12 12分之1年 12分之1年一个月吗 经济定货量 占用的资金 你把Q算出来 那2分之Q 乘以 存货单价U 那这不就是 整个存货平均余额的资金占用量吗 他用这个公式带进去 得出这个 你也不用计 知道它是什么 基本就都会做了 我们来到提示一试 豆的公司呢 根据存货经济批量模型 制定存货采购 储存方案 下列各项中 会导致存货经济订货批量增加的情况有 经济订货批量Q 等于 根号下 二倍的什么什么比什么 下面这个是储存成本 上面的基本就倒计出来了 订货固定成本增加 固定成本会影响到经济批量吗 不会 单位储存成本增加 它增加 它怎么样 分母增加 它减少啊 这个不对 单位 订货变动成本增加 它增加 可以 存货需求量增加 可以 都是分子上的元素 所以说 告同学们 这里面 它不用记这个公式当中的字母 因为呢 比如说你 老师从我讲这个 还可能会讲 看一些什么研究生的教材 还有什么公司理财的教材 你会发现 那不同教材上写的都不一样 那公式的模式就长这样 它不同教材是不同人编的 那个字母用的一个千奇百怪 我见过一个教材用的 还是那个希腊字母 不用拘泥字母 这里啊 知道里面这些元素 原文是啥 反而重要 那老师你怎么不用原文讲 原文你写这公式不太大了吗 你画圈代表 这不方便吗 画圈的话你看不懂 所以写写字母吗 来 看一下答案 答案就是 你把它问的这个东西 公式拍在这 一个一个看 就完了 很简单 看一道计算题 逗乐公司 每年耗用 自配的混合材料 3600天克 该混合材料呢 单位成本是 100克钱1000克 单位储存 变动成本8元 一次订货成本 144 要求 你计算一下 先计算 计算完之后再听好事讲 你先暂停 好 第一个 计算 定义订货量 定义订货量 那就是Q 等于根号下 二倍的什么 什么 比什么 等于什么 二倍的 总量 乘以 转换成本 订货成本 144 比上 储存成本 单位储存成本 8元 好的 然后开根号 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不会开根号 放心啊 考试的时候 等会咱们讲完这一章之后 做起到咱们历年的 那个考试题 你会发现 考试的时候 这个题 出定个数 极其简单 算完之后 一定是个整数 也就是说的太严谨了 合理保证吧 合理保证 它应该是个整数 大部分情况下 你口算都算出来 你看这是 4分之 360 乘以 144 2分之 12 和60 12除以26 66 360 那这是360 经济订货量 360 开根号 计算每年的最佳订货次数 每年订货次数 那不就是 总量除以次数吗 那不就完了吗 36除以360 十次 单位次 第二问 第三问 计算与经济批量相关的存货总成本 经济批量相关总成本 二倍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三个宝贝吗 等于 根号下 二倍的 总量 乘以 转换成本 订货成本 144 乘以单位储存成本 8 2880 720乘以4 2880 计算最佳订货周期 订货周期 那你次数的储量 订货周期 不就是一年除以14吗 十分之一年 你给它转换成月也行 转换成日也行 主要是转换成日的话 它没告诉你一年多少天呢 没告诉你一年多少天 尽量不要转换成日啊 十分之一年 经济 订货量 占用的资金 经济订货量 不是360吗 360 占用的资金 你直接拿360 乘以 单价就做错了 经济订货量 是你家存货最高储备量 平均债货量 是2分之3把6 你别看经济订货量 占用的资金 经济订货量 是最高点 然后呢 最低点是0 首相加莫项除以2 2分之3把6 单价 单位成本100块钱 1000个吧 100 所以是1818 18 你俩3 好 完美 再看一眼 再给你捋一下答案啊 跟着我搜索做一遍 再捋一遍答案 基本这个就会了 每年耗用3600千克 单位成本为100元1000克 单位储存变动成本8元 一次订货成本144 则经济订货量 根号下2倍的 年需求总量 单位转换成本 单位订货成本 除以单位储存成本 一除 你用计算器开也行 其实这个数口算很简单嘛 那就等于360 很简单 每年最佳订货次数 你把订货量算出来 总量除以一次订货量 总量除以一次订货量 次数 因为这是10次啊 一年定10次 拿1除以10 那就得出 十分之一年嘛 定货周期 十分之一年 也可以给它转化成月 1.2月 有些同学可以转化成日 那得看一年多少天了 要是360天的话 你也转化成日也没有问题 第三 与批量相关的总成本 根号下 这三个元素呗 2倍的这三个元素 2乘144 一次转化成本 一次订货成本 年需求总量 单位 出团成本 2乘以他们三把味 一乘 2乘以8 16 这是4的平方 60的平方 12的平方 对吧 12乘以60 乘以4 得2880 那刚才给你算一遍了 经济订货量 占用的资金 2分之3百6 乘以100 3百6 是你算出的经济订货量 平均占用量 180 乘以单价 提例告诉你的 18000 到这里 暂时应该是 公式毁了 那我先跟你说一下 这里面有一些 哪块有个坑呢 首先 单位储存变动成本 是8元 它是全年的 时间上 要配上 一般呢 考试没出现过这个坑 我们默认的 它俩时间都是匹配的 第二个点 单位 每年耗用3600千克 假如 这块题给你变一下 每年耗用的材料 不是3600千克 变成 它不100元吗 好 36万元 跟这个题是一个意思吧 把3600千克 变成36万元 告诉你单价100 没没有用吧 然后你代公式的时候 你把这3600 都换成36万行吗 肯定不行 做错了呀 你就做错了呀 那或者是 这个单位 给它改成什么呢 3600千克 是3.6吨吧 是不是一个意思 这题没变 那你把3.6 带到这个公式里行吗 那做什么 肯定也不一样啊 那老师 这个单位 怎么去判断 注意啊 跟这个单位是一样的 他说单位储存变动成本 那他这个单位 他没说什么单位 那就是你告诉我的 这个单位 假如体里面给你埋坑 说是这是3.6吨 然后单位储存成本 是啥呢 每千克8元钱 3.6吨 每千克8元钱 单位不同意 就出问题了 你们最后算出 这个Q是啥 经济订货量Q是啥 是千克 那你就要把它变成 8元一千克 你得把它变成 总的千克数 然后带到公式中 这是3600千克 这是8元一千克 如果你算出 Q是吨的话 单位 Q算出是个吨 那你就把它们 全变成吨也没问题 这就是3.6吨 带到公式里 然后呢 他是8元一千克 你就变成0.008元一吨 给他带到公式里 也行 最后你算出 应该是0.36吨 注意单位的统一 咱们在初中高中学物理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什么叫单位检验法 对吧 就是开根号 里面的单位放在一起 然后单位加减乘出 怎么着 最后得合乎 最后的 你要求的那个单位 你要合乎不上你最后那个单位 那你这个就做错了 这叫单位检验 但是咱们采管可能不需要考虑 就这么细节 不需要考虑这么细节 因为你在考场上没有公式车 这个单位检验 但是我现在就给点出来 万一单位不一样 你要配上他们所有的东西 都得是一个单位 这得是单位储存成本 这是原材料的单位 他他他 单位要同意 要蹲都是蹲 要千克都是千克 要零件的件数都是件 要什么平方米的板子 那就都是平方米